大家看我这盆月季这边的枝条还有叶片呢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是往这边来一看 我们会发现呢这边的枝条出现了枯枝的情况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枯枝的情况呢 其实大家可以发现我这盆月季呢是之前进行修剪过的 那么修剪之后 如果你没有做好这些养护 就会造成你的月季出现枯枝的现象 那就是你没有保护好伤口 月季呢在修剪之后啊 它会有伤口存在 如果你没有保护好伤口 让伤口碰水 或是呢没有做好病害的防治 那么这个病菌呢就会从伤口入侵 导致植株呢出现这个病害的情况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枯枝病 所以呢我们在养月季的时候啊 特别是修剪过后 一定要注意伤口不要碰水 其次呢一定要做好这个病害的防治 最好了就是给它喷点杀菌药 如果你家庭不好喷的话呢 你也可以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 就是用这个黑斑专用 给它沾一点这个杀菌剂 涂抹在它的这个修剪的伤口处 每一个伤口都涂抹上 让它干了之后呢 它会起到这个保护伤口 不容易让这些水啊 病菌都从伤口入侵进去 这样你的月季才不容易枯枝 不管是家里的月季啊 或者是长寿花呀 或者其他的花 在修剪过后呢 都可以采用这种方法 可以减少枯枝病的滋生 好了本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谢谢大家